今天仍然有我們嘉賓 Gordon 探長是坐鐘 今天是做Keeper 為何要探長坐鐘 因為你在網界是鬼王 潘三也是鬼王 你是另一個深興的鬼王 算了,很多人看你的鬼節目 除了你那集之外 我覺得你的鬼節目有你的風格 今天晚上有朋友在這裡 大家講講我們的鬼故事 Gordon這麼正經 他也是鬼故事 你經常都很硬,對著麥克風說 六八九你還不回家 我不是這麼說,我是國師 我真的喜歡講教主和國師 我看到教主和國師就要插 忍不住 那你先講你的鬼故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鬼故事 靈異故事 我解釋不到,但我沒有留下證據 最近我一個私人地方 只有我一個人在 我做了一個Selfie 你知道有一個老師 經常戴草帽的老師 近來你拿了一頂草帽 我自己有,我頂不跟他的 他在網上說我是一個Narcissist 自典狂 我很喜歡Selfie 他很中肯 是的,我也承認 Selfie 然後研究一下 如何拍攝角度更好 我在會所的圖書館裡 只有我一個 即是旁邊是沒有人 我放在電話自拍 我直接不是拿著拍 放在計時拍 拍到美麗為止 拍一拍一拍就在那邊看 一邊拍一邊看 一邊研究一下 別管,我就不會保害人 我自己喜歡 享受 我看到 我的樣子和梳化中間 是有一個黑影 如果我再拍那些就沒有了 即是拍了四、五張 只有一張有一個黑影 你講講你們當時的環境 你是坐在梳化上高 一定是梳化在你後面 還是怎樣 我坐在梳化上高 那張梳化呢 是否一張2-seater 2-seater 那我就坐在一邊 但沒有人的 即是一張兩箱人的 即是比較長身的2-seater 那我就把那個相機 放在圖書館的書架裡 然後再按了時間掣 就看著我自己拍的 那那個梳化 那那個梳化 正面拍 側側的 我梳化後面就有個書櫃 旁邊有個窗 就是這樣 即是一個房間的角落 即是有幾個書櫃 有一個窗 這樣對著 明白明白 明白 就很光亮的 至於那個黑影是什麼呢 你剛才不是一個人 他不是一個人 甚至不知道他是什麼 即是一個椅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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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呢 比例呢 就好像 人的肩膀或者梳化的椅背 那麼大 自衛幾個小時呢 呃 四點幾 那第二張就沒有了 對 只有一張有一個黑影 就是 在那個人的椅背 那個人的背部 中間有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很大塊的 即是不會是光暗 只是一塊東西 實心的 還是半透的 全部都是黑色的 但只是只有一張都有 有一張都沒有 但你沒有留 可能當時我的心裡 і他的資料更不吵 當時我應該馬上找典獎 那些照片你才會消掉 那就不怕她就ures 不是啊 message 的 到其中 Realm 如果你有職誡 問問問問 我要檢查一下 但其實我解釋不了 物理學什麼都解釋不了 其實有時不關物理學時 可能是電子學的問題 可能是電腦的 可能是有一個Bug 或者是感應器那一刻有些東西干擾了 那干擾了跟靈異有關的 只不過是不是用一個你覺得這麼恐怖的方法干擾 用電子方法干擾了也會 即是那些靈異的東西 透過電子的那個medium 就跟你有一個交流 可能是 你就沒有留底 我就說我有留底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拍攝的場地 我記得可能是堅城 因為那時候 即是TVB那些劇 因為堅城我們租了下來 堅城在哪裏 堅城現在是鑽石山 建了屋 變成鑽石山的荷里活廣場 荷里活廣場 荷里活廣場 以前 後來就改了名叫堅城 姓關的兄弟買了 他不再拍戲了 我們就租了他 他那時候 租的時候還是一個荒蕪的地方 他有三個片廠 但是三個片廠 還有一條街道 我們搭過上海灘整個拍攝 是啊 即是古道 文廠 傳媒在那裏拍攝 不說堅城發展 那晚 拍攝可能是楚留香 但我忘了哪一套 拍到深夜 因為那時候很趕工 現在有這麼多廠 在很趕工的時候 大家就趕快拍完就下班了 明天又要很早 又要第二組 可能那些演員就要接戲 第二組出外景 大家爽神一點 沒錯 於是乎就開了 開機了 一開機 突然說到一句話 有一個人有聲音 嘻聲笑 嘻嘻這樣笑 誰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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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能有一個雜音 有很多聲音 有很多聲笑 那些景也不是笑 你不是福留金師說 要大家笑 叫那個場務員 看看誰躲在那裏 後面那些廠 看電影看電影 不要亂笑 立刻把整個廠 報警班後面 那場是否沒有臨時演員 沒有 怕那些人躲在報警班後面 看 原來沒有人在那裏 沒有人在那裏 又怕他走 不知道 再來 NG 第2 第2 又來 又去到那裏 又是笑 又是一聲笑 一聲而已 笑 笑 是笑聲來的 報告 不是吧 大哥 趕著下班 大哥 麻煩你 不要搞 行不行 大家都當是人 大家以為有人惡作 或者忍不住 快出來 再不出來 打你 因為說惡 男聲和女聲 沒有分到 分不到 最恐怖就是 分不到 總是一聲音 沒有分到 嘻 嘻 好 又找了大倫 又不見 第三次 再拍 又是去到那裏 又是有人笑 全台靜光 不如收工 全部靜光 大家就知道 不是人的品 大家有共識 大家收工 不是人的品 但是 因為你知道 那時候 我們管理很危險 你還未拍不完 我明天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又要找過了 更想重新 對 明天那些全部 全部都想過了 出外景 去了外景 拍不到這場 這場如果要趕著剪接 那你就死了 又要回答你的警 找警察 要做很多事情 都沒有辦法 寫鎖 剛才你說要鎖 要鎖那個報告 這個報告 早上八點半 就會到了 我們那時候叫做 器材部門 PFD 部門 Production Facility Department 這樣就開會 說昨天為什麼拍不完 就要給他們很多工作 即是決定再拍一拍 一定要拍一拍 那天拍不到 好 去到開會 事態有些問題 那就勞煩阿叔 為什麼呢 沒有事就無事啟咒 有事啟咒 無事退潮 無事退潮 你不要搞阿叔 有很多事情做 九點鐘開始做 你不要搞阿叔 他人有這種事 你的態度是不相信 我的態度很簡單 有沒有個餅帶 麻煩你拿個餅帶出來 看 playback 看 playback 他們不敢payback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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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小膽嗎 當然是小膽 我不是在現場 我都在現場 我都要急 我都不會害怕 有點寒寒的 有點寒寒的 深夜半夜三更 一寒寒 去到那個位 就是這個位 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聲音 不是扔了 你剛才說的 你扔了一張照片 我當時有點寒 所以扔了一張照片 他沒有扔到 三張照片都在那裡 但是去到那一點 你看到人們的反應 是嗎 是 第三個 簡直靜 簡直靜 簡直都做不到戲 是 然後就黑畫面 即是走 收工 到現在都解不了 但現場是每個人都聽到 當然是每個人都聽到 你看回 playback 人的樣子是騙不到你 導演 如果他夠膽 趁早收工 他會揹很大的禍 因為後面跟到的東西 跟到的東西 後面 除了他之外 還有PA 後面還有燈光 還有攝影 還有演員 每個人都聽到 喬喬 而 在那個打的頭 拿出來 是沒有的 我呢 我做了決定 我一定要相信他們 為什麼呢 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會騙你 整班人沒有理由騙你 那條打的頭是否保持你 不知道 但那條打的頭是沒有聲音 但那些人的表情都值得觀察 不是突然拍招 大家突然說 這些很珍貴的 即是第三個 第三頂有了 最初是照做的 即是 後面以為 正在找到原兇 第三個 就知道 不是人的作為 這個就是 在堅成 堅成很多的故事 其中一個 這個故事 我覺得 比較靈異 這個就是我的 後面還有的 我先說你的 那個 前幾年 去了泰國 不是 那裡不是泰國 越南 整套戲都是鬼戲 去了幾個地方 去了老窩 越南 泰國 還有 還有這幾個 賈毛寨 賈毛寨 對 金三角去雲曬 其中有兩個 老窩好少人去的 但老窩不用入境 原來 不用入境接政 只是坐船去 不知道給幾條 那個軍隊 即是遼國 沒錯 又叫高明 沒錯 高明 以前 我去過那個地方 就是 擺在那裡 就是拍鬼片 就說 以前 這裡 就是一個 法國人 起的劇院 以前的劇院 不是播戲的 是做 演唱歌 那些裝修 真的很美 金碧輝王 沒有金碧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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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摩落了 原本就是 那些建築 那些曲線很漂亮 因為整個都是叫做 印度之拿 是法國殖民的地方 沒錯 是很漂亮的 但是荒廢了 完全看不到金碧輝王 你看到一些形狀 保持起來 有些是用石造 不會變的 木的建築全部拆掉 為什麼拆掉呢 因為你知道 有戰亂 後來那個地方 是死得最多的美軍 原因是 那個地方有一種叫老鼠 老鼠是什麼 如果有熟戰爭的朋友 當時越南的老鼠 原來就是找小孩子 找小孩子 因為小小小 躲在那些地方 後來美軍一經過 就拿炸彈出去 放在炸彈車上 立刻走回頭 甚至放火 那些小孩子當然有犧牲 因為有時候被人看得到 當場 一吹 那些地方 因為那些美軍都沒有符 因為那一區是最多老鼠 因為找小孩子 揹槍 你看到很可愛 小孩子 都射兩槍 很多這些 那些地方 成為一個美軍都很難打 很難可以剿滅的地方 因為這樣的時候 他們覺得 沒辦法了 小孩子照殺 把所有的劇院 全部放火 所有的建築物 燒光 不理會有沒有人 大人、小孩子 都死了很多 死了 那個地方 荒廢了 整個廢墟 但是廢墟了很多年 都沒有人開狠 因為越南人對那裡 都有個陰影 或者有個不好的記憶 而且地方大 那就廢墟了 沒所謂 誰知道 到華人 大家有看 那些沉酒灘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華人的命 很賤 一去到那裡 越南 不知道為什麼要去的 總之離開中國 找些地方開工廠 他不懂歷史 我剛剛看到這個地方 又有這麼多層樓 在那裡 就是租租 當時那個 當地那個 租廠 那個廠 即開工廠的地主 就特地有出來接待我們 這個老窩 不是越南 你是在越南 你現在這個劇院 這是越南 在北越 不是 在南越 是面皮 然後那個廠長 就是求救 找師傅 那時候他寫信 他知道有個節目 他說我們這裡很厲害 你有空找人來拍 他主動招手 他一買 買了很多間廠房 他後來都要被迫放棄某些廠房 那個是其中一個 因為太多人害怕了 那怎樣都害怕呢 原來他講了歷史 原來他買之前是完全不知情的 又不懂歷史 又不懂歷史 後來請回越南的工人 沒有人肯做 做一下 沒有人進去的 最初去找回華工 即是鄉里去 始終你的廠房越擴展越大 始終都要請人 請街坊 住在附近的村莊的人來做 很多人都做不長的 原因就是他一間明明的劇院 有了舞蹈 舞蹈底下就是化妝間 沒錯 燒通了頂 再游泳 直接看到了 即是你看到舞蹈底下那層 好像Split Floor 看到的 要視乎他們開一間紡織廠 越南因為人工便宜 那些紡織廠還是首搖 不是機械 但這些是多久之前 這間廠不久 現在還在運作 但是我們拍攝那裡 連廠都搬起來了 因為他們說那個廠 恐怖到 很猛到他們平時都不進去 只不過地主買了附近 零零碎碎的那間戲院 沒有人進去 於是就點了我們去拍攝 我剛才都不相信這些 你知道我從來都不相信 然後他說 最初我們拍攝第一個鏡 就訪問地主 找了一個廠長去說 他說當時我們放了一些紡織機器 很大格的 還有一些工人 從北越那裡來 就在那裡睡覺 就看完廠 他說那裡不停地 有一些大的機器 從一個舞台那裡搬下去 有時候那些人 就無緣無故被搬到後台 因為後台很恐怖 因為樓底又低又黑媽媽 他說那些東西經常被人移動 甚至乎有些人被人移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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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躺在街上 躺在街上被人移動了 對 然後有沒有那麼離譜 他說這裏不單止有這些怪事發生 他說連蝙蝠也 都預知到有事發生 即是一有蝙蝠 不尋常的動靜 當晚就有鬼 那些人看通了 而是我們拍攝 我真的一點都不害怕 那一開始我們有很多裝置道具佬 就弄在燈籠招雲之類 那些人說 很猛的 招雲就有鬼了 那我當然不相信 我吃花生 我拍照 我拍照 那些美景之類 誰知道那邊拍攝一拍攝 突然有個燈籠著火 那燈籠是電燈彈 沒有人打開的 是電燈彈 是電燈彈的燈籠 但是整個燈籠著火 我拍攝了 過程 那一場人說 剪了 那些道具佬這麼聰明 遙控電燈彈 他說什麼事 他突然說著火 明明在拍攝這裡 但是那個著火 他說什麼事 道具佬說 什麼事 我的燈籠著火 很厲害 看不到你的裝置 他說沒有裝置 他說怎麼會著火 他用很低鍋的電 不能燃燈 燈籠不會燃燈 燈籠不會燃燃燈 燈籠很小火 所以不可能燃燈 我拍了影片 那些是紙燈籠 紙燈籠 紙燈籠 那已經奇怪了 他說那裡有這麼高科技 我們越南的道具佬不懂得弄這些 那就不管了 當作是一個意外 那些越南人就說 從來這些燈籠都不會著火 因為是在全艙拿來弄 我一直都不相信, 另一個鏡頭, 女主角在化妝鏡面前 說她朝暈, 要畫紅靈的樣子在化妝 暈了, 撞到鏡頭, 我以為是演戲 我就走到她旁邊, 她在化妝, 她在拍劇照 當時其實不是在拍戲, 她在化妝 在拍化妝, 旁邊有些長長的鏡子, 拍她 因為化妝的過程很激烈, 因為背景都黑了 拍一下, 後面有一個人, 七八尺這麼高 過鏡, 在後面走過, 我拍到 拍到嗎? 我拍到的 NBA的打籃頭 我應該有一個, 穿著類似古裝衣服的這一段 就經過這塊鏡 經過這塊鏡之後 即是在鏡頭的反應看到 我看著她, 女主角在這裡 即是在反應看到 她在後面經過, 我就在鏡頭看到 走過而已, 不是很高的 很高的 接著我立即看過去 沒有了 沒有了 我已經很害怕了 那時 我心想 看暈了, 整個片場沒有人這麼高 就被她拍到鏡頭 我還在這裏, 照片還有保留 然後 還有 有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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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時候, 我也覺得奇怪 這麼有趣 我還沒有害怕 誰知道, 到第三個鏡頭 就有一個當地的靈媒 拿著那個靈媒 在那裏唱那些越南話 誰知道靈媒是專門請回來的 專門請回來的 即是你那部戲是鬼戲來的 是的 去半documentary 找一些真的人 拍鬼戲就見真鬼 去招靈 接著 我又預備了 因為她整個環境又有點火 我用了Wide Shot 誰知道她又在靈靈 在那裡咳 她說在那裡先休息 先招靈 這樣 我們突然聽到一些很高頻的聲音 Wing Wing 然後那些蝙蝠 即是平時的蝙蝠 突然間出來 都無法飛 那些蝙蝠平時不動 我去到那裡都無動 我根本都掉在那裡 我遠看見到一堆黑色東西 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突然間 胡亂飛 在那裡就住 是的 飛完後,我看到頂部是白色的 剛才看到黑色的那些,吊著蝙蝠 然後沒事,沒問題 誰知,我想再拍攝的時候,我的相機鎖住了 自動鎖 鎖住了,什麼都按不到,但營光我還穿著 我的數碼機來的 我關閉任何機,鑽回門,完全不合理 我拍攝這麼久,我用電子機 有沒有按錯鍵? 我找不到一次按錯鍵 都不知是甚麼按鍵 然後我被迫著要拔出電子機 再放回去才會正常 我當時很冷靜 是不是有甚麼,不一定是軌的 電子錯失也有 那次的過程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我去到這麼多場景 只有一個場景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另外的場景我沒試過出機 在越南的時候 這些事情解釋不到,為甚麼會干預到電子 還有燈籠怎樣解釋呢 怎樣開火呢 還有發鏡,怎樣解釋呢 完全不知為甚麼 發鏡那裏有個巧合 因為當年,長哥,新馬仔 很多故事說的 他不奇怪,吃鴉片很多幻覺 沒錯,但他說不是吃完鴉片的 他是真的 他發生的 他發生的 是在馬來西亞 是 他就是 死人都不服氣 他說他沒見過鬼 但馬來西亞有很多這些叫鬼王 鬼王 鬼王 鬼王意思是 他認識鬼 鬼都怕了他 這樣說 叫鬼王 即是鬼裡面的王 不是,是人來的 他是自鬼的 即是他可以像蛇王一樣 蛇王不是蛇 即是他可以控制到蛇 控制到蛇 我認識鬼佬王 我也認識鬼王 鄧光榮的包弟 這個我也聽過 跟他很熟,他是鬼王 他不是這個,不是鄧光榮的弟弟 另外是馬來西亞籍的一個鬼王 當地鬼王 當地鬼王 他做大戲 他很少人不相信 通常大戲的人都相信 通常都不相信 通常都不相信 他不太相信 他就說 我沒見過鬼,我真的想見一下 讓我見一下就好了 等於我一樣 突然鬼王說 好,我帶你去某個地方見一見 看了就沒有出聲 看到驚訝也沒有出聲 失馬仔又說 好啊 不出聲就不出聲 我帶他去一間屋看 怎樣看呢 鬼王說 在窗外 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出現了 他不是每晚來的 不過我叫他來,他就來的 好啊 即是預訂一隻鬼 預訂一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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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失馬仔坐在那裡 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終於看到了 先是一個黑影 慢慢斜斜地進來 在窗外看到 他說這個黑影 是很高的 跟你說的一樣 他說六七尺高 他說鬼王 心裡告訴你 所有這些遊魂野鬼 都是高人 很高 即是我死了 做不到鬼 是啊 不是,你死了就會高 死了就會高 可能要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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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眺了 就穿古中衣 他說跟你講的一刻 他看不清楚下面的腳好像是怎樣 有沒有浮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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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ing потом sod 其是 那個鬼王就說,還了你心願,讓你見過 以後你不要再想去見,你再想去見,就真的見到 不過這次我就派過帖,給了一個卡片 這樣說 出局了一隻新鬼給你,怎樣怎樣 說說話,打嗲打嗲,好 你又說你的意見 不是,不用,我很快的,我的很快可能是幾分鐘 就是我現在才說,幾年前的事,我以前不是有一間餐廳的 其實你也知道的,你以前帶你的partner,周博言 現在當選了選委那個,還有金英過來 然後他當著大金英,他剛才撞鬼,這個人 我臉都沒有了,心想,糟糕,有客人在那裡 那時候,我記得我去廁所,廁所在一個餐廳外面 一走廊,兩邊廁所,有一邊就封了,擺雜物 有一邊,殘廁那邊,因為你法例規定,你不能封那個 用那個,我就在廁所走出來,就看到,突然之間又是很高 我們想回應這件事,很高,突然之一閃,閃進了後樓梯 我心想,我初時以為是哪個伙計呢 因為他這麼混亂,你現在走去蛇王,吃煙 但是,七隻高,很好笑 我突然想著想,起雞皮,沒有理由,因為我沒有一個衣服那麼高 還有沒有客人那麼高,很高,突然之間一過 但是,你發覺你是看不清的,又是這樣,你不要說看不到那隻腳 你知道他是藍的,你知道他不是女人 但是,他到底是什麼髮型,什麼臉型,眼耳口鼻呢 是探長的樣子,次官的樣子,還是Gordon的樣子,認不到 你只知道一個很高的,這樣閃進後樓梯 我想裝的,即是想裝那一下,realize 可能是什麼 然後,裝沒事,因為很忙,沒有空想那麼多,先進去 然後,隔了幾天,我的管理員,他說他有陰陽眼 我一向都,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然後,他第一天,他就拔到我一邊,說 喂,我有些話要跟你說,我心想加薪,不好了吧 然後,他說,喂,我看到東西,我沒有跟他說過 我就是那個西班牙佬,不是的,那個女人來的 你倆是沒有溝通過,沒有溝通過 然後,他跟我說,喂,我看到東西,我這樣說,咦,是嗎 然後,他說,藍的,很高,又是高的 然後,他說,肥肥的,然後,我心想,混蛋了 跟我看到的差不多 是呀,就是那隻 你看不到五官的,但是你知道,很大份,很高 但是他沒有跟你迎面的 他就是過鏡,你一出來,他立即過,立即走 在眼角經過的 是的,我跟這個管理員,沒有溝通過 但是同一個經驗,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開張沒有的 一直都沒有的 直到什麼時候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裝修 家宗離開了,裝修 一開始就說那些什麼很忌諱,什麼日子呀 衝破那些不老禮的那些 噢,他們拔了出來 不知道,總之 在龍山裡放了出來 對,總之 你騙到一些東西 然後呢,那場很安靜,沒有人 撞到這樣 那些人知不知道那裡有東西呢 不知道 但是突然之間沒有預訂了 那些壞戲也出了 電話不通 就是打電話 那些熟客打進來都 然後呢,或者打通了 不知道應該會輕了 還是什麼 那段時間很奇怪 沒有了生意 直到鬼影 真是見鬼 真是鬼影 真是鬼影 然後呢 就 怎麼修科 我問我師傅 師傅就說 你哪一天幾點鐘 就走去做什麼 這個是我第三次 不是見到 但是又是鬼經驗 中間 摘了日子 要做這個儀式 中間 又是一個年輕人 又是那些 九十後的 平時大大聲 很勇武 那些 在你那裡打工 在我那裡打工 那些反應 到問他 他回過神尼之後 他繼續扮兇狠 但是他是加倍 N次方的兇狠 想表示他不害怕 他就說那天的下午 因為他經常說不舒服 然後青了 我們問什麼事 一直不說 到他回過神尼 不是很兇狠 他說那天下午 就是所謂的預備 在準備的時候 所有人都下場 走走 我們偏僅 有些人會下場 有些人不會下場 他說廚房一人有一條縫 可以看到外面 要看客人吃成點 或者外面的樓面 要推門進來 我們要開門 看看會不會撞到人 他就說 他預下聽到有聲音 他一看那條縫 就見到他在看著他 那個人在看著他 對 外面 看到眼睛 看到眼睛 看著他 他就說他 他就說 他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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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怎麼說 那個不是人 不是人 因為鎖了門 就是大門鎖了 因為人都下了牆 整個牆都沒有人 下午四點多 如果要回來的 是五點半後才會回來 那看著他那隻人 那隻人的位置在哪裡 他就在門外看著 在外面 看著他進去他的廚房 很難解釋的 嚇到崩潰 然後整個晚上就沒有出聲音 到你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他知道 跟他死了 那些 當然啦 當然要牙刷 想要自己撞打 又說進去廚房 拿把刀出來 準備跟他死了 那些 然後到我 其實我知道了 因為我跟管理人溝通了 管理人說他看到我 又看到我 然後這位小姐又說 那就是不會死做人 三件事 我不是問了師傅 師傅說你哪一天 買元寶蠟燭香的東西回來 早上我心想 我不是問他 你說他在十點鐘回去 很痛苦 或者是在轉身 那個時候應該 真的那天早上我回去 OK 然後鎖了門 我自己 十點鐘沒有人 鎖了門 然後把元寶蠟燭香 衣紙等等 我告訴他 說得沒人相信 那個牆 第一 我不知道有個收音機 OK 我是不知道哪裏有沒有收音機 總之我準備點香那一刻 突然之間 全場的音響都著了 音響都著了 全部都著了 不是那些歡呼聲 很恐怖 音響效果 突然之間 哇 這樣 你有沒有見過貓 原地彈起 我就是這樣反應 鎖了 無事氣 整個鎖這樣彈上去 為何要製造他 用一個人 為何不叫他 為何不叫他 沒有夥伴會採我 因為他們已經回到很晚 你想想 最後的命令是十點 清了長來十二點 第二早十點 難怪你發生的 你想人辭職嗎 你叫人回來陪你 你明白嗎 你也不敢跟朋友說 我餐廳有鬼 幫我走一齊 又不想他們知道 人家下次不來 果然認識我跟他 兩個人一定會來 早上六點 你明白嗎 你沒有想著有東西 你只是想著 拜完之後 回去睡覺 安安落落 為什麼突然傳來一陣歡呼聲 我嚇到 突然變成這樣 我親身經歷 然後沒事 旺翻了 然後就搞定了 沒有再見過 然後就旺翻了 旺翻了 有人來了 那群人享受完 如果我立了香 那就OK了 他的歡呼聲 就對你一種感激 其實不用了 說真的 OK的 你明白了 你明白的生意 其實我可以了 你知道交足很痛苦 我講完了 拜拜 原來如此 又講 有些共通點 我又講他的共通點 高野鬼是這麼多片 這個就是我打工的片場 那也是香港大片場 大片場 經常有很多故事 有幾個不同的故事 有一個故事 就是他這麼早 我沒有聽過 多數是黃昏 或者之後 或者黃昏之後 尤其在兩種時候 最多出現 第一種就是太陽快下來了 或者在那段時候已經下來了 即是黃昏 直陽無限好 即是近乎下來了 近乎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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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能說六點 五點都說不定 冬夏也不一樣 冬夏也不一樣 那次是冬天 即是六點鐘左右 六點鐘左右 六點鐘左右 有個老友 那時候 有一間出版社 是我們的Subsidory 他用了那裡 製造書倉 做倉 他有時候要進去提貨 他開車子進去拿貨 一進去拿貨 他覺得沒事 他就拿了 拿出來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跳舞呢 圍著車子跳舞 他以為是拍攝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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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男有女在跳舞 他不在意 但是再去拿車 他就在意 為什麼呢 還在跳舞 因為 是沒有打燈的 晚上黑暗暗 就是黃昏 天色暗暗的 就不像拍戲了 想清楚 沒有打燈 你拍什麼 因為他也有這種常識 立即上車了 上車的時候 那些人趴在車頭上 趴在車頭上 對著他笑 人樣的 他都認不出 腳都軟了 踩不踩也好 真人的 腳都軟了 對 真人的 沒錯 之後 趴在車頭上 等著他走 走 越來越遠 走 他回來 告訴別人 每個人都說 從來那些舞蹈員 沒有做過一次 在那裏 採牌 什麼都沒有 採牌都不會這麼晚 第二 就不會在那裏做採牌 就不是 這班是什麼呢 有些熟悉的 就說 以前 有一班 當時拍過歌舞片 歌舞片 有一群的 舞蹈員 笑死的 對 可能這麼久 很多都不在那裏 回來醉一舊 回來醉一舊 開個派對 在那裏 那裏有一些看見 夜晚 就發現人聲集答 什麼事呢 見到一隊人 揹著燈籠 燈籠 抬著腳 一直在那條街上走 但是 就不是走步路那樣走的 是飄的 不知道是飄還是飄 還是彈 對了 腳都軟了 嘩 不是掛這麼猛 成隊 成隊 轉了角就不見了 於是乎 就品了給太上皇后聽 不行了 這次 找高僧來打齋 那時候聽聞 寫了幾萬人 我都親自見到打齋 跟他們打齋 打齋之後 在經過路 殺溪前 那群人這麼有空 去拜訪一下 拜訪一下 拜訪一下 但是那裏 為何會更令人害怕呢 原來西貢以前 在他們的場地 即我們外面 後山場地 有很多的山墳 這些山墳 起碼幾十年 有些百年 有一個規矩就是 現場種地 是不讓人進入的 但是清明從久 就開放給別人 那個村民 如果他有證明 或者他說 後山有一個 或者登記了 是的 這樣他就 那些保安放進來 握完原本立福鄉 就在後山的山墳 現在你叫我找回山墳 在哪裏我都找不到 但他們是認識路的 即是說 那裏有很多個 其實是近時那些村民 那時是原居民 是的 那時是大埔仔 盤谷谷谷 那些這樣的村民 當時就沒有所謂 拿一個優勢 落狀 總之 那裏好啊 看著後面的海鋪很漂亮 那裏福術都說 那裏好啊 七八十年前或一八年前 就丟下那裏 現在的子孫 可能是塞那一代 記得了 就拜一下你 不記得 就算了 所以現在是荒門一片 我們是找不到那個痕跡的 哪裏有個墓 它不是說建成很大的圓林墊 那些墓 不是的 可能是洞一些石頭 或者野草 很容易看不到 所以那時候是好看不到的 所以他拍攝後山的時候 很多導演懂得醒目 就帶著荒門去 醒一醒 醒一醒 就是先用一道路 麻煩你 先交路票 先交路票 先交朋友 先交朋友 即是示好 信不信也是這樣做的 至少大家安心 大家安心 後面後山是有這些故事 不過還有很多的 你再說下去 你就是這樣 我說一些 不是我自己的經歷 是的 我有一個 即是我認識的 有些人 譬如說 他在日本讀書 我在日本做過的事 他在日本讀書 他們有一種說法 我不知道別的文化是否有同一種說法 就是說 如果 就是婚外情 那些 就是那些 師生子那些 不可以讓他出生 都要打桌 那他們打桌 那些兒子死了 其實他是一種幽靈的 這樣纏著來的 那日本有些廟 專門拜那些 未出生 但應該出生的寶寶 中文叫做英靈 其實我想不同的習俗都有的 其中有一個校巻 即是一本大學的校巻裏面 就有一個教授 我看過那張照片 我真的看過那張照片 那個教授旁邊 是有一個很小的人頭 即是你看那個年輕 即是和你一張差不多 拍照的時候拍到英靈 他們解釋 一個教授 可能跟一些女性 有些師生子 就是未出生 就被他打出來 於是那個很小的人頭 然後就纏在肩膀上 因為你後面 那個景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不會有Photoshop 即是後面也沒有人走過 那這個英靈 是寶寶還是年輕人呢 我看到一個 好像人那樣的五官 我看過那張照片 但那張照片好像沒有頭髮 那張照片比正常的頭小很多 就黏在肩膀上 是不是永遠黏 還是拍照 不是是那張照片 可能不知道是否多拍幾張照片 難怪你會刪除 但我那張照片是黑影 但是很大狗 他卻截不到五官 他可能會搞別的東西 但看到日本有的廟 如果他真的知道自己曾經 新有事 就會去整個靈位去拜他 但我真的看到 即是你解釋不到 譬如說 我現在跟Milton拍一張照片 你後面那邊應該是一張牆來的門 有個人頭在那裡走過 那你怎麼拍得出來呢 還有那個尺寸 光學員也解釋不到 為什麼有這樣的照片 但是很奇怪 我見過那張照片 這個你做攝影師 可能有些頭緒 現在出過幾本書 都是講這些靈異現象的照片 我都在家裡有幾本 其實我也拍過一次 但是這些靈異照片 是非想的 我未見過現在用電子 是呀 有也有 其實也不會沒有 但可能我的幾本是舊書 而且現在在網絡上 收不到稿費 就不會印書 我剛才說完 我講的那個校刊是三十多年前 校刊那裡嗎 我看到那張照片就是校刊那裡 即是一班師生合照 但是那個教授的旁邊 有多了一個頭 日本很多這些照片 是呀 那些靈異相 我看到那時候 我買了幾本 這些靈異相都是日本的 有鬼佬的 什麼都有 但是是非想的 我不知道現在用數字有沒有 現在也有的 譬如去Youtube 很多 我講的我上次的旅程 去幾個地方 我剛才只講了越南 我們去泰國 有一宗不恐怖的 但是真是很奇怪的 現在的相機 有個Face Recognize 的程式 即是認人養 他不射快對島招 那麼 我就是 那一個 工作以外 那時候 臨走 臨上機 因為我們整個 整個 團隊 有些人都很相信這些 有些人 有些人 一求了 古曼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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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那些 養鬼仔的 其中一個 名稱 那些鬼的名稱 但是他有一個形象 有一個公仔 身裏面有兩袋錢 金油銀 拿了回去 大師 幫他做了一些儀式 一片開心的 探長 幫我拍張 我打就拍了 一按 我開了一個人面對焦 立刻有兩個樣子 但就不在一個人的樣子裡 在一個公仔的屁股底 這兩個位置 我再按 是自動對焦 我再按 自動對焦 進去那裡 但是那個人說 你搞什麼 你這麼久 我等一下 先搞清楚 我叫人家看 為什麼對焦 在那裡 我還在笑 這麼有趣 那裡應該是沒事的 然後拍了 因為焦距差不多 拍了之後 我說不行 我想搞清楚 對著那個公仔 他的屁股底 但我看勻了 因為我知道那些 面對焦距是憑什麼的 因為人的兩眼 和口 這三個位置 比例是很獨特的 貓狗 距離 貓狗也是另一種 我看勻了 那裡有些摺痕 還有兩袋錢 一袋金一袋銀 但沒有一個形象 是人的眼 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解釋不到 開始覺得奇怪了 我就想著 好 我離開一間廟再拍 這是廟來的? 對 是在廟裡求的 然後去到旅遊巴 外面那裡 再拍一張 他不知道的 一拍 每次都是 向那個面 都是那裡 不是 向那個真人的面 離開了廟 就沒有了 在廟裡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對 沒有走回去 因為離開了 那我就覺得奇怪了 最壞的是我不懂怎樣採取 那個螢幕 因為我只懂 但那個相機 我都不明白 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 在不同的地方 會出現了 認錯了 機器很老實的 他不會認錯 他不會很害怕 那有沒有這個底片? 沒有 沒有的 只不過是他顯示 對焦的時候 對到那裡 拍你有沒有? 拍有 那張照片沒有問題的 看不見到 哦 正在照顧時 看到 正在那裡 即是說 那個電子儀器 覺得有兩個人面 但你又看不到 那兩個人面 拍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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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部機器 後來我都到處試了 我覺得這麼奇怪 是這麼流 要在廟宇裡面才有 是那次才有 那間是什麼廟 泰國的那些佛寺 但我覺得泰國的佛教 你要問 Permicca才知道 他們跟我們中國的學校傳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 那些真人可以儲一些名車 藍傳佛教 他們的廟宇裡面 全部都是名車 全部都是幾百萬的跑車 他們就看到我們 特地送了很多禮物給我 送了一支旗給我 又送了一些牌子給我們 那些 那我就不相信 我第一時間都給別人 然後有朋友說 你的牌子很貴 我隨便 我不相信 現在西方 最多魔鬼 最多鬼的地方 就是教堂 不是你的家 你講這些 我姐姐又講過 又不是我第一身的 我姐姐曾經 你先介紹她的姐姐是 誠懇的基督徒 那時候還沒有 是很多年前的 那時候還不是基督徒 那時候還沒有 她去了南美打工 她在那裡接受到她的同事 因為被局主 你認識多幾個人 那幫人回教會 你便跟他們回教會 她經常聽到那些牧師說謊言 就是祈禱 有這個教的 而且他們的教會 專門是最有名的醫病 很多人在另一個省 專門一車一車一車來 給牧師還是神父 可能是牧師 不是 牧師 因為是致病 這是另一種呼喝派 對 她說不到她不信 她說是聖靈 菲律賓也有很多這些 都是那個派 就是聖靈下降 但是當時牙買家是哪個派 牙買家是哪個派 牙買家可能是 牧師 可能是海地的 牧師 但是她也是基督宗教 牧師 不是 牧師 跟當地那些混了 跟西非的萬物有靈倫 就是那些土著的民信 她說 她說 當時 每次有親的人來醫病 她都很討厭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人是狂吐 她說這些都是日開 以為那些人是假裝的 為何找些人來 嘔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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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聽Pam 我還沒說完 先說完 最奇怪 最恐怖的一個場景 就是 逢親有某 有人在那些村子 有些蛇和蟹子 無端端在地上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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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真的不會說這些謊 因為她覺得很神奇 於是覺得 很恐怖 嚇到她不敢回教會 我也很恐怖 Pam有什麼話說 她拍不到她的說話 我覺得很棒 原來是不用見面 但我出聲太好了 那時候你的行動員 經常都是這樣的 經常都要回答 經常都要回答 那是你的朋友 經常都要回答 不要說城寨 這是你的兵 不是 不要說這些 回應你剛才 你說的古曼彤 其實我有朋友專門做這件事 所以我也很熟悉 他們做這些牌 或者像 牌就是隨身攜帶 像是放在家裡供奉 即是你不會帶她到處走 但假設她用什麼呢 她是用小朋友的骨灰 所謂靚牙 就是用骨灰 即是上性 用絲油 沒錯 或者是特性 絲油 絲油之後那個油 滴了油 滴了下巴滴 下巴或者肚腩 什麼都好 總之就是絲油 骨 總之就是人類的DNA 沒錯 還要很充足 他往往 因為他一抱一抱回來 如果你有聽過一宗新聞 就是泰國的英詩廟 就是被警察當局揭發 它裡面有2500多副英詩廟 那宗我們有拍的 是 接著一打開櫃子 那些絲都掉出來 滴出來 滴出來 很臭 很轟動 而他往往那些人 即是所謂的師傅阿讚 買回來的時候 買一些屍體回來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說 ABB我就做一個牌 BBB就做第二個牌 沒錯 全部中碎 然後一次 即是加拿牌雞粉 很多的雞 當然 大家看到表情 我們反了眼 就是加拿牌雞粉的故事 所以你說你對焦 你看到兩個 他很可能就是那個牌 有兩個 其實可能不知道 加拿牌雞粉 這一磚東西裡面 也可能有十幾個雞 可能有三四隻 怎樣都 可能你爆了機 那部機器 認識不到這麼多個臉 可能頂孔認識到三個月 所以有兩個人面 我覺得你這樣說起來 令我幻想到 因為那件事 你說英詩廟那件事 我直接去了現場 拍了嗎 拍了 是一個導遊告訴我們 他說當時那些街坊 其實那間廟 附近也不是很近民居 而且你知不知道 一向沒有人知道那件事 他們這麼多年來 他們收藏了這麼多英詩 因為他是一個很正統的佛寺 大家一直都不在意 沒有人知道 你聽我引述那個導遊說 他平時是正如你所說的 他一向都做這些生意 但因為大陸人去到泰國 經常都買這些東西 他們的需求量極大 工不應求 所以要特別賺 那時候 因為泰國長期都三四十多 其實那間廟 兩個block以外才有人住 你想想 照到兩個block以外 都聞到他投訴 然後投訴了很久 還投訴了半年 警察都不理 那些警察可能有份收 即是他在製造那些東西 不是 去儲藏而已 因為那個只是中介地方 所以有一陣除了 那誰知道 你把記者都抓到那裡拍照 一打開那個帳 嘭 嘭 幾百條半腐爛的屍體滾出來 嘭 那些記者雞飛狗走 臭到 就是這樣 很多人害怕 這個也解釋 為什麼香港怨氣這麼重 如果用這些靈異角度 就是那些人死了 無葬身之地 那些中國道家很強調 就是要入土為安 不只是基督宗教這樣說 中國人就說 人的三雲 其中一個地雲 就是跟著屍骨 只要你放在長生店 什麼紅磡的骨灰 它不是真正正的骨灰安之所 現在是私人樓宇的上面 用一個櫃櫃櫃櫃 那些非法的 工廠也有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站在這個角度 我們先認同 暫時當這個說法 就是有一個三雲 有一個叫地雲 地雲就黏著腐屍骨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寫了那個人 你被人擺在一個陌生人的寫字樓 工廠大廈 工廠大廈 三不識親 沒有人理你 假設你要吃飯 就是要裝香 沒有人採 他最大問題是 他覺得自己被人遺棄 自己的子女 既然能放在工廠大廈 為什麼不放在家 家裡做好 每天都要供奉 不過放在家裡 不能養貓 很麻煩 當貓沙盤 不是 你要不要在那裡 遇到孩子 不就是當貓沙盤 不只是貓 任何動物都不應該 不是的 你放好一些就行不行 找一個玻璃櫃 不是你找玻璃櫃箱 講完這樣講 這些這些雲 很怕貓跣跡 就是那個僵屍 爬過去 現在就真的拍到了 以前跳過的死屍會變成僵屍 跳過那些灰,你聽說那些灰就變成形狀 我說一些不是靈異 我第一份工作,很久之前就派了我去德國 沒什麼做的,每天坐著等下班 因為他的訓練是... 圖書館館長 不是,他是銀行,但他其實不是訓練 總是派到外國,然後回來香港 泡一泡鹹水 德國的人不懂得說英文,我又不懂得說德文 坐著沒什麼做,就在街上走 週末又很空 我在Frankfurt,也是國際城市 我看著地圖走,看到德文寫著 好像全部是綠色,應該是大氣的公園 即是一打綠色的,然後有一個闘口 有開閉時間封閉 即是我認識一點德文,但不知道要說什麼 進去之後,我進去之後也不知道 越走越漂亮,樹又大棵,草地又漂亮 修剪得很好,走到今天很多雕像 人家那些雕像全部都是... 天瓷啊 對呀,有翼那些 走向下,那天開始黑了 那時候五點多就收太陽了 然後我就出不來 鬼打牆了 很久才能出來 但是總之,去到見到 收了太陽,見到有天使有翼 我才知道那個是墳場 你這麼差勁,這麼久才知道 我看到它是一個很漂亮的花園 泰國實現不到人 在捷克首都 布拉格 我們專門去看的一個 就是猶太人的區 猶太人的墳場 就是你所說的 但是有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那些,剛才你所說的天使、柱等 全部都歪掉 為什麼會歪掉呢? 因為當年德國佬 曾經佔領過布拉格 德國佬很討厭猶太人 他吐他 他打他 其實那些已經死光了 死光了 仍然有一批德國人 納粹是不喜歡的 所以他在那裡摧殘 十字軍 摧殘了 但是後來補上 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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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進去 沒有燈 日後進去 所以他有開放時間 進去看 日後沒有所謂 一到晚上 我想是陰森恐怖 我看過菲律賓墳場也是 菲律賓墳場也是 菲律賓墳場有些好 就是一間一間屋 好像別墅一樣 別墅 可以打麻將 我看到一間菲律賓墳場 有一間菲律賓墳場 有一間玻璃的棺材 真的有個干絲 有什麼教會想要展示屍體出來 很多 北京天安門也有 很多 在座各位都去過北京 有誰進去毛主席紀念堂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我免得忍不住 我是一個很好奇的人 我真的第一次去北京 就進去毛主席紀念堂 特地看 特地看 要給門票 當然 好像不是很便宜 除非你全看 請你看 馬可思那條干絲 我看過 很偉家 但我不是排很久 沒有什麼人排 我有一個名單 這個世界還有幾條干絲 很多干絲已經被燒了 例如列寧 史太林 那些 那些獨裁者 最完整的 你反而猜不到 最完整的就是越南 越南的水晶官裡的干絲 是最完整的 列寧的就是爛 孫中山我本來打算做干絲 但是運勢上 紫金山已經散了 時間派過了 已經散了 已經不可以了 毛澤東那些人說 是膠的 我覺得他可能是假的 對 很多人說是膠的 我想我看過馬可思也是 很膠的 膠的了 都不像一個人的樣子 不再像 不是太潤了 我看到他 無潤之 其實還沒死 還在睡 所以我真的見過毛澤東那條尼咸魚 聽人家說 他真是高人 很高 哪個是毛澤東 很大 鄧小平也很高 看一些雕像 鄧小平睡在那裡可能高 納波倫也高 看哪裏高 對 睡在那裏很高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 想不到柯倫也會 有話要說 有話要說 還有些還未說 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不夠你的節目 你的節目那個說鬼 就是 Manguai Studio 我有聽的 出名了 好了 我停了 遲些可以繼續的 在這裏繼續 在這裏繼續 可以考慮嗎 好啊 拜拜